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网络盛典 主持人接连嘴条发愣 气虚声短 热巴采访时被晾在一旁 年什么最多 那自然是晚会了 这两天连着一二十台 看得是眼花缭乱 都不知道看什么好 在这些其中有一台网络年度晚会 很有意思 这场晚会以中国梦我的梦为主题 六个篇章 三十七个节目 邀请的明星也不少 岳云鹏 周深 杨幂 杨阳 迪丽热巴 热衣扎 三百零三 王嘉尔 李旦 黄轩 金晨 毛不易 孝战等等 于图夫复合体 这次晚会是按照七大平台来分的 爱优腾斗快必忙 所以每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平台热播剧 或者常客来邀请的明星 而场热播剧《你是我的荣耀》主演杨阳和迪丽热巴 自然就在其中 这次节目完结后 于图夫妇再一次合体 剧粉可够激动的 都要圆的班来民政局 两人被安排在一起表演节目 还别说真的挺有福气香 不过走红毯的时候 并没有一起 而是单独分开走的 杨阳标准的三件套西装 除了帅气 也没啥可说的 另外坠续苏宁易购夫妇也合体了 两人一同唱了一首水调歌头 郭麒麟大林子又变帅气了 宋毅一身蓬松的公主裙 非常有格调 不过气人的是 这两人都同台了 居然还离得那么远 一上一下 一个镜头都装不下 就不能学一下洋洋迪丽热巴 这是要避嫌吗 热巴卧残清晰可见 迪丽热巴一身掌群 非常的凸显身材 该凸的凸该翘的翘 当摄像机位照到脸上的时候 不知是化妆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 感觉脸部略显疲劳 两只眼睛上面的卧残非常明显 感觉像是挂了两根香肠 不过当摄像机转到侧面的时候 整个曲线就非常的好看了 作为老板的杨幂 登场时候一身白色脱的长裙 脖梗前带着一条相当抢眼花瓣形状珠宝 想必价值不菲 眼睛部位也有卧残 不过对比热巴的就非常轻了 黄明浩客串主持人 七个主持人除了芒果台那位是专业的 其他六人估计全是临时客串 就这位专业的主持人也出错了 介绍的时候嘴瓢 说错词语了 黄明浩某斗他客串主持人 倒是有点出乎意料 表现上相比较其他几位好一些 有时候找不到镜头中心点 或者忐忑不知道说啥低头看手卡 其他四位的表现就更加的不行了 杨更爱家偶像练习生走出来的 面对明星不知所措 明星在一旁讲话 他在那边发呆 连博某手讲话上就有点不行 磕磕绊绊 气虚声短的感觉 翻手卡太频繁 还找不到镜头中心点 许天奇额家听说他前不久刚考过主持人证 结果表现垮了 名字记不住 台词也是 采访热巴的时候 直接把热巴晾在一边 自己翻着手卡 你就不怕被他的粉丝喷吗 不过热巴呆呆的 一本正经的摆好姿势 看镜头的表情好可爱 手举着排排 简直萌化了有目有 感觉这些人都是被临时拉过来干活的 何炯虽然来了 但也就是走个过场 不过主持公迪可立马就高下立判了 镜头100 专业气韵立马展现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